今天週末,我和大家見面,今個禮拜有些重點的新聞 大家在台上... 等一下 台長 一開了麥克風六之後 我先聽那個聲音就跟剛才差那麼遠 我這裡沒事 你也沒事吧? 如果你那裡沒事 如果突然間我再聽不清楚 我試試再... 有些煞煞聲的 你的麥克風本身煞煞聲 我的麥克風本身煞煞聲 是啊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事 等一下 我先領多一次 現在沒問題吧? 沒問題 行 行 行 再來 再來 我先停止這個 不需要 剪一下剪一下就行 總之是 好 第一次 科學生之後跟大家見面了 這個禮拜仍然有相當多的科學新聞 跟大家分享 也有這個科學回憶錄 但是大家都知道主流的傳媒 都是報這個James Webb的夢見鏡 但是已經上回來了 相當漂亮 但是我們今天第一節 我們就不說這件事了 因為有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新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這個都是相當之基礎的物理學來的 所以我們講的時候 差不多由頭開始講過 這個粒子裡面有些什麼成份 長榮科士 你首先講一講這段新聞本身 其實都挺技術性的 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要是講些什麼 這樣的 往往在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那裏 任何學問 即物理化學生物的科學範疇裏面 最基本的那裏 突然之間有人有些新的發現 有些質疑 通常就會是比較重要的科學新聞來的 所以通常我當然希望找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這件事就和這個粒子物理學有關 不知道大家以往聽開這些粒子物理學的時候 不知道我還沒記得 有些印象 我們經常問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世界上的物質 最基本的那個組成單元是什麼 就是究竟是最基本的那幾粒粒 是怎樣砌成我們這些天下萬物的呢 我們可能有一些的媳媒聽過 有一些叫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 我們就一看到有人發現上帝粒子 我們就很興奮 是不是 有一些就是已經是一早被人發現的成員 其實有很多的 基本上那個粒子物理標準模型裡面 有18個成員 其中有6種我們叫做夸克 我們叫做組成重子的基本粒子 組成重子的什麼叫重子啊 你如果打開一個元素周期表 很多種元素 很多種元素有輕有重 他們由原子核裡面有多少粒 中子和質子組成來決定他們是哪一種元素 輕是最輕的 裡面輕到只有一粒質子 甚至乎它的同位數可以有多幾粒中子 OK 多一粒兩粒而已 然後譬如我們碳的元素 它裡面那個重子數是有12粒 裡面是有6粒中子 6粒質子組成 那你越重的元素裡面的質子數量就越多 那外圍圍繞著它的電子也越多 它的外圍電子的數量也都決定了它的化學的特性 那這裡如果你說真的要從頭講起 講一整集都講不完的了 這就純粹很簡單的重溫了 其實我們就很喜歡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元素周期表裡面有這麼多種元素 裡面的原子核裡面有些多一些中子 有些少一些中子 多一些質子 少一些質子 如果我們再仔細看進去的話 那些中子和質子裡面其實又有一些更加基本的單元組成 那些東西就叫做跨客 我們會說那些質子也好 中子也好 它們理論上 其實實際上我們也會知道 它們裡面是會由三粒跨客組成一粒中子 或者三粒跨客組成一粒質子 而我們也都知道就是說 譬如好像質子那樣 它就是由兩個叫做上跨客加一個下跨客而組成 它們這樣三粒合在一起 就會表現到有一個正電荷出來 對於質子來說 但是對於這個中子來說 它們就由一粒上跨客加兩粒下跨客組成 它們這個組合就會令到它們是沒有電荷的 那我們就說電荷的源頭殼 其實就是由這些跨客本身的特性去組合出來的 而這些跨客不止是上和下這兩種的 根據你看看那個粒子物理 即是那個基本模型 它是有六種 有上下 即是英文就up and down 另外呢 有一種叫charm和strange 強硬中文直譯就叫做奇和味 如果用中文記憶就很怪的 另外還有兩種就很後期很難 有些去到90年代才發現就是bottom to top 底和頂 這樣叫 這些就是個名字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叫呢 因為它們有六種 我們希望有六個形容詞來去形容它 而很多時候它們都會是一坨坨的 譬如那個up and down 是它們最輕的兩種 最常見的兩種 那它們也都會是很喜歡用 就是世界上很多的萬物 這些中子和質子就是由這些up和down的造成 那講到這裏 我們差不多講到 今次 今個禮拜這段新聞的那個氣肉 就是說我們如果讀那些大學教科書 就是中學你不會讀到quark這個概念的 中學你讀到去元素周期表 你讀到neutron, proton, electron 他們怎樣組成atom 我們基本上就已經在中學課程 就講到這裏 最多講到核反應 裡面有核脆變核分裂那些 那個高中物理課程就去到這裏 至於你說到那些proton、neutron裡面 有些什麼是由quark組成的 通常你去到大學才會讀 但是你讀科普的東西它都會教的 很容易讀到 因為不難明白 在那些科普材料裡面 或者就算是那些大學的課程裡面 我們讀到質子就是proton 兩個上夸克加一個下夸克組合而成 令到它有一個直連核 這個我們是背了去的 OK 然後那個中子 一個上夸克兩個下夸克 我們就不會預期這些中子和質子 是會有第三種東西混進去的 那現在這個發現就是說 其實在觀測上我們看得到 原來就算這個proton 質子 它是可以有一點點這個 叫做charm quark的成份在裡面 就是說我們教科書讀到這件事 明明只有這兩件事組成 但是現在我們竟然發現有第三件事組成 而這個第三件事組成是很匪夷所思的 就是我發現最奇妙的地方就是這裏 換言之就是在那個質子的proton 找到多一個課克 最簡單的這麼說 是的 這件事我就會這麼說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很容易接受到量子力學的人 你不會太驚訝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以前講的量子世界的奇怪的就是 真空不是完全空的 是可以很短暫的一瞬間突然之間 有些東西生成了再煙滅了 平均來說它是真空的意思而已 就是譬如在那些宇宙空間裡面 你可以在一個空間 任何一個真空空間都好 它可以在非常極短的時間之內 它沒有可能絕對地是真空 而是可以很短暫的突然之間出現了一些叫證負物質的 一個一對證負物質 證負物質 證負物質它互相碰到的時候 它會煙滅回消失了 但是它可以在真空的狀態之下 在理論上也都會要符合我們的量子理論的話 也都真的需要短暫時間突然間生出一些東西 再消失回這樣 所以在那個原子核的世界 甚至在那個中子和質子的內部 這些東西內部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真的能夠撕爛 打爛了一個中子和質子 看到裡面的那些跨客 它就好像一個布袋一樣 裡面包著三顆波子 我們就只能在外面撕爛爛爛大約知道原來裡面 就是有這三顆東西去造成 還有知道哪一顆就是哪一顆 其實那六個跨客的發現過程裡面 都不是完全是發現了一個自由地出現的一個跨客 基本上就好像隔著那個袋子在那裡塗在那裡有哪一種東西 現在竟然被我掩摑到裡面竟然可以短暫力 出現了這個Charm Quark的這個情況 我想講到這樣 大家就要知道了 有了那個量子和機率的概念 你就反而比較容易接受了 那個Charm Quark是什麼呢?是很短暫力出現了 但是在我們現實世界裡面我們很難想像的 我的袋裡面三元就是三元 現在我告訴你 袋裡面曾經出現了有多一毛錢 又消失了 但是量子世界就可以這樣 我看一段新聞 我自己看上去就不是寫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搞清楚的就是 現在是不是透過在瑞士那個Charm 去做很多次實驗之後 得到一個統計學上面的結果 而出現了這個東西? 同一時間就應該不止Charm 去做這種研究 但是這次來講 是不是 我都要很快去查一下 是哪個機構發表出來的結果 但是一出就出了在科學界面最厲害的那個期刊那裡 其實是的 它就是一個機率統計的結果 還有我覺得一個更加違反靜觀的東西 最有趣的就是 如果查回我們的資料圖表 你會發現那種特朗普這件事 是一個很重的東西 這個意思是怎麼樣呢? 如果一個質子或者一個質子和中子差不多重 中子稍微重一點點 因為它多了電子 你當它是一個單位 通常實際上真的就算我們 如果物理學裡面很粗略地說一個中子或一個質子的質能 不是質量 是一個質能 我們就要一個GEV OK? 其實九百多個MEV 或者一個GEV 這些名字你不要理會 只有一個單位 但是如果一個Charm Quark 原來我們知道它的質量是1.3個單位的 就是說有什麼可能我這個suppose 我這個東西明明只是一公斤這麼重 你告訴它裡面有袋了一件1.3公斤的東西在裡面 那件事就是這麼古怪的 如果我們還未學會接受這些量子理論 就是說在講裡面 不單是短暫出現了一些不應該有的東西 跟著它又變回沒有 不得止 是整個的質量都是可以突然之間變化 變成是突然間存在著一種重過自己本身的有消失法 就是這樣才是這一種粒子世界最違反我們直觀的一個地方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說 因為這個質量 它只不過它這件東西 它這個原本我們認為應該出現在 在普通的質子裡面的一個Charm 這種叫做 Charm 就是叫做魅力的那個魅 魅跨合 就是這種這樣的跨合突然之間出現 它其實還可以是重過原先整個質子的 但是因為它出現的時間很短暫 所以它拉回平均 基本上就是令到整個質子的質量 依然是停留在那個一個單位那裡 其實我們會這麼說的 其實一個在一粒子物理裡面 現在都還未搞清楚的問題就是會說 為什麼這些這樣的跨合 它可以令到整個中指或者質子 有這樣的質量 大家又要說回幾分鐘前我講過 一粒中指和一粒質的重量是一個單位而已 但是我們去外面脫去 去淋去 去潛去 這些這樣的上跨合和下跨合 我們發覺它們大約只有0.1個單位那麼重而已 那個奇怪的就是 如果你裡面的三粒跨合 加起來其實是大約0.3個單位而已 0.1加0.1加0.1加0.1 現在等於1 我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那三粒輕的跨合 砌出來之後出來的東西是重過原本三個加起來的 這裡一下子 我最麻煩就是要大家接受 有幾個概念突然間要接受 這些東西可以無端端由右面部 無邊有 OK 然後這些東西可以無端端由重了輕了重了輕了 拉回平均就是一個平均數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可以一加一加一是大過三 最瘋狂的粒子世界的東西就是原來是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解答就是 因為這些跨合困在一個這麼小的空間裡 他如果要計算一下他三粒砌完之後出來的那個中子或者質子 他的質量就不只是要考慮他本身那種靜子的質量 他會動得非常瘋狂的 而且瘋狂的應該是表現到相對論性質出來的 大家如果有相對論 你會知道就是這些東西 如果動得接受光速的話 那個質量越來越大 我們似乎就是說在這樣的這些核子世界裡面 其實就不只是講梁子力學作主的 似乎相對論也要作主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在理論物理裡面 我們這麼希望能夠將這些量子力學和相對論融合在一起 從而幫我們去了解到這些核子世界發生的事 你說的那些叫量子式動力學 其實就是一種這樣的企圖來的 我不可以說它是完全成功 因為有很多東西就是我希望它解釋到 但是還未能夠完全解釋到 現在講的那個努力是繼續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希望繼續做實驗 想搞清楚就是說這顆這樣的質子 裡面究竟是由什麼去構成 我們以為我們知道它有什麼構成 但是我們發現計條數原來加出來都是不對的 那究竟會不會還有其它可能性呢? 原來理論上也可以說短暫地出現了 這些叫做charm crop 它很短暫地消失 然後這種突然之間出現又消失 它也可以貢獻了它這個質子部分的質量 變成了這個質子它的質量可以由它那兩個 上夸克和一個下夸克的淨子質量構成 也可以由那兩個上夸克加一個下夸克的動力上的質量去構成 也都可以在這個這樣的質子中間這個部分 突然之間很短暫地出現了一些 一些那個charm crop 那個微跨克它那些這樣的殘餘平均的那些質量 去貢獻了最後的質子的質量出來 那就令到我們對於整個那個質子 究竟那個質量的來源就有一個更加 可以說更加精確更加暫身的了解 那簡單來說就是有這個結果 會不會我們需要修訂那個標準模型 我想就是說那個理論會實行 是不是去到要修訂整個標準模型 我想還是言之上做的 起碼就是說我們去引入我們那套基本理論 去了解這些這樣的基本粒子的時候 我們就條數就不可以這麼簡單 那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加仔細考慮裡面一些 其他古怪的機制 而在這個了解質子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令到我們去觸雷旁通 去了解到會不會我們其他運算裡面 都忽略了一些原先我們計算質子的時候的一些細節呢? 由這裏可能會比未來 我不敢說 因為我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前緣的研究的人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說 透過我們更加去透徹地了解一些基本的現象 來提醒我們去了解一些更加複雜的核子過程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的遺漏 而那裏會不會又帶來一些新發現呢? 那可能就有一種間接的影響出現了 那所以就是為什麼在那個 就是這個自然期刊裡面這麼體重這些基本研究就是這個原因 那我相信那個實驗本身要做一個補償的時間 才可以再有一步的進展 其實它裡面有寫到它是要繼續累積那個結果的 暫時的結果是沒有 我們叫做他們有個學術術語 暫時就是三個性命 我們要累積到五個性命 就是那個機率要是更加精確 就是我們不滿足於我們只有99.5%的肯定 我們要滿足要是去到99.99、97%的肯定 這樣講到的 是 那跟著要做更加多的實驗 那我們第一節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